各位蘋果新聞網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浩生 在期盼的多年了之後呢 我們今天終於在2021年初 試駕到富士這台最新的旗艦轎跑車 Artian 同樣的2.0升的渦輪載壓引擎區分為兩種動力 標準的330 TSI入門的不到150萬 149萬8千元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是330 TSI的最高階的R-Line版本 它的售價是175萬8千元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非常帥氣的 內外的運動化的套件 動力輸出呢 最大馬力是190匹 最大扭力達到32.6公斤米 0-100加速 原廠標榜只要7.8秒就可以完成 極速可以達到239公里 首先 小改款的Artian它的頭燈 採用的是新式的LED的遠近頭燈規格 這兩道立體化的造型裡面 內建的LED的日行燈之外呢 亮條也向中央延伸 這個是只有在晚上你大燈開啟的時候它會亮 它搭載是R-Line的運動化的套件 也就是說它整體的氣霸造型更為突出 立體感也更豐富 加入了黑色鋼琴烤漆黑色的面板之外 旁邊兩邊也有通氣孔的一個設定 整個尖線包含它的四輪的輪活都非常的明顯非常的突出 呈現出非常霸氣的一個肌肉感 它的引擎蓋是包覆到了左右葉子板的上方幾乎三分之一的位置 我這邊打開給你看 好我要注意的是旁邊這個地方 它甚至包覆到輪弧的上端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一個設計 走到它的車側 我可以看到這也是它非常吸睛的一個角度 除了它的車高非常的低扁之外呢 它也有四個非常大尺碼 而且造型非常漂亮的一個輪圈 採用雙材質雙色的版本之外 中央一樣有近年來福斯標榜的永遠都是正的 這種旋轉式的LOGO 車子停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福斯LOGO永遠都是正的 再來它所搭配的這個輪胎 四輪都是貝耐力的PZERO的跑車胎 從葉子板橫跨到前車門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R-Line的一個飾板 加上它是採用獨立式的後視鏡 另外叫跑車不可或缺的就是 無框式的這個車門的設計 四門都是無框式的 帥氣感 倍增 順著這個低鞋的車頂 加上這個寬闊的肩線 這個肩膀 塑造出轎跑車該有的一個力度 一個運動感 到了車尾的這個部分呢 短翹的一個車尾 加上小片的壓尾式的尾翼 稍微提升一點它的一個性能風味 再來它的尾燈左 它是一個透明的燈殼 內建的多片式的LED的光板 方向燈的部分 採用的是序列動態式的規格 整個置物容積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縱深也很深 加上它的開口很大 所以其實它的實用性 並不輸旅行車款 如果今天你有更長型的一個置物需求的話 它一樣能夠把它的椅背放倒 去擴充它整體的置物的深度 首先 這個方向盤 冰法式的設計之外呢 中央的LOGO也是最新的規格 左右兩邊的按鍵是跟隨Golf8代而來的 觸控式介面 也是首次在國內出現的一個配備 使用方式跟過去實體按鍵相同 只不過你在觸摸的時候 感覺它是一個平面式的 按下去的時候它有一個回饋的一個Duck的質感 另外它還有就是無線Apple CarPlay 搭配下面的無線充電面板 你現在用CarPlay的話 就可以不需要有一條線纏在那邊 很醜也不好用 再來它的空調面板 也全面都是觸控式的規格 風量的部分它是滑動式的 看起來非常優雅 非常科技 在座椅的部分 我們今天試駕了R-Line車型 它的前座採用一體式的跑車座椅 而且它有兩種材質 除了NAPA的真皮之外 它旁邊也有類似碳纖維的花紋皮革去做包覆 中央有一個R的LOGO在這邊 整體乘坐質感非常棒 左右兩邊都是電動化的調整 在駕駛座的部分 還另外新增了按摩的功能 長途駕駛起來 可以稍微舒緩一點疲勞感 後座有點必須要注意就是 因為它畢竟側高比較低 所以頭進來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肌部空間確實非常的開闊 因為它畢竟屬於重大型尺碼 但是也因為了它有比較低的側高 所以頭部這個地方呢 就顯得稍微舉出了一些 大概兩個指頭多一點點而已 我身高176公分 這樣做起來算是剛剛好 如果你超過180 可能頭會頂到 它後面還有一個小的三角窗 稍微增加了一點點它的視野的開闊度 椅子的泡棉 跟它的椅背的角度 都算是非常協調 這邊後面也有一個 腰靠的一個支撐點 所以做起來還算是蠻舒適的 比較難得的是 它除了在後面有 單區的 等於說可以獨立控制溫度的空調系統之外呢 左右兩邊也有加溫 座椅加溫加熱的功能 算是在台灣市場比較少見的一個設定 那我今天試駕了330 TSI的車款呢 2.0升渦輪增壓引擎190匹馬力 其實它的本體就是 Golf GTI 甚至是Golf R上面那一具非常有名的 EA888引擎本體 它的實力當然不只190匹 但是因應歐盟嚴苛的這個排污的標準 把它設定在190匹 不過即使是如此 190匹馬力驅動阿田這樣子的一個車身 其實也是輕鬆血液 在7速DSG的自首排變速箱的帶動之下 它的起步到高轉速賣向的這個過程之中 非常的輕快 如果今天你又把它轉換成運動模式的話 這個過程加上它的非常動靜的這個引擎聲浪 會讓你覺得相當的過癮 它這個MQB的模組化底盤呢 特色就是輕 但是它的鋼心非常的好 加上整體 阿田它的車體重心又向下壓低了不少 所以它呈現是一個低趴的一個姿態 加上四輪採用19寸的PZERO的這個性能跑台 在中高速的彎道可以說是它的天下 即使用比較高速有點逼近極限的方式來過彎 它還是能夠穩穩的貼在地面上 別小看它這樣子一個比較長的車體 在比較刁鑽的一個山路上 比較低速的彎腳 它其實車頭也蠻聽話的 最主要是它搭配的速度感應時的電子轉向輔助系統 整體來說 它的操控性能已經有中高水準的表現 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剛剛在反覆的這個測試過程之中 在比較高速的情況之下 它的自動系統等於說它的煞車 我認為還有進步的空間 RTM現在全車系都把IQ Drive 除動駕駛輔助系統列為標準配備 其中ACC它是全速預熱 從0到210公里它都可以運作 這也是身為一台旗艦的轎跑 必須具備的一個基本的條件 這也是當代購車的一個趨勢 它的價位又高達150萬到206萬 廣泛可是又不低的區間 討厭的是消費者 對於這種比較高價位浮屍車款的一個接受度